炒米粉如何做到拉都拉不断 而且不粘锅 干香又有劲道 比较不证明的小炭老板 靠着自己的独门配方 将一款平淡无奇的炒米粉 是炒出了新的高度 所以心意太好 每天都要卖到凌晨两点 那么这款炒米粉到底有奥妙跟玄机 接下来将会用感情调成 为您一一揭晓 首先第一步是准备米线 这里一定要采用纯正的米线 否则使用带使用胶的粉条 将无法做出纯正的香味跟口感 那么下一步是将米线进行泡发 泡发一定要采用常温的凉水 这样才不会破坏米线的质地结构 同时也是米线制作出来劲道 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将米线浸泡个两到三个小时 即可捞出 然后进入下一要点 将米线放入容器当中 锅中加水 烧开锅后直接下锅针 采用大火针至上气过后 继续加持五分钟 什么的主要是将米线蒸至成熟 蒸至成熟的米线 质地会变得更加紧密 这也是使炒制出来的米线 劲道不断的核心因素 蒸至成熟的米线会粘连成坨 然后将米线放入凉水当中进行降温 降温过后的米线不仅能够根根分泌 同时预冷过后 米线的质地会快速收缩 突然让口感变得更加紧大 然后先将米线捞出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过后倒入涂盆当中 经过此工艺的米线变得拉力十足 延展性十足 所以使用常规工艺将无以伦比 然后继续进入下一核心制作环节 在米线当中交入少许脑筹 然后将米线均匀地搬圆 时不足主要是将米线提前进行散射 这样就能够防止米线在锅中 散射不均 导致卖相无法发挥到极佳的状态 然后再倒上少许色拉油搬圆 这样不仅能够锁住水分 同时能够防止三连 冷却静止几分钟过后 设置会变得更加均匀 更加红润 所以有了这款基础材料过后 你炒出一碗高品质的炒米粉又进了一步 下一步制作炒米粉的专用符合酱油 首先准备八角两颗 桂皮一块 香叶鸡片 去脂的炒锅一颗 净香两颗 干香菇三颗 然后倒入没过香料的开水 盖上盖子饧发10到15分钟 由此来降解掉香料部分的药味 起到去要留香的作用 浸泡好的锅过滤掉水分 并且用清水清洗干净 再将香料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液晶 然后用大火烧开 烧开过后转小火继续煮至30分钟 其目的主要是煮出香料的香味 并且让香味融入到糖料当中 煮至时间到了过后会变得香味扑比 同时水分也会减测到原来的一半 到三分之二的容量 然后倒入味级香酱油300克 老抽酱油50克用于火柱装设 红糖20克用于提醒提味 冰糖10克用于提升酿度 老酱片10克用于区域增强 再次用大火烧开 烧开过后再次转小火 继续加持20到30分钟 其目的主要是再次 彻底的激发出香料香味 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出酱油的酱香味 让二者的香味充分 高度的融入一体 浓缩为酱油鱼一身 同时也印证了浓缩材質精华这一道理 组织时间到了过后酱香示意 同时原本添加了一斤清水也已经消耗殆尽 然后下一步进行调味 加入百味之手10到15克 鸡精味精各10克 再次组织2到3分钟 让调味料充分融化 并且充分地融入到酱油当中 跟酱油浓缩于一体 熬制时间到了过后关火 然后盖上盖子 趁着余温将强味彻底地焖到酱油里面去 等酱油完全冷却过后倒出 再用密落过滤掉残渣 制作酱油的整个过程 采用的是经典的移化积木手法 组织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消耗添加进去的清水 再将香料香味完美地融入到酱油当中的同时 适合不损伤酱油自身的体量 那么一道咸 鲜 香味俱全的 炒米粉专用符合酱油制作完成 下一步制作炒米粉的专用香油 先在锅里面加入色拉油一均 酱油200克 能够让炒米粉炒制出来 口感更润 脉相更得了油酱油光泽 加入脑机机有100克 主要用于蒸香 使其炒制出来的风味更主 然后加入少许葱 姜 洋葱丝 开小火慢炸 炸出料头的香味 这样既能够去除油料里面的新意味 同时也能够增加一股淡淡的蔬果香味 将料炸炸进金黄椒香过后 过滤捞出 那么一碗制作炒米粉的专用香油 制作完成 然后来配一煮料粉 准备麻辣香4克 麻辣香主要用于提鲜跟提味 纳多剩小 再加入五香粉3克增香 胡椒粉3克 用于去除鸡蛋里面的蛋腥味 搅拌均匀过后 料粉制作完成 那么所有主料准备完成 如果作为善用 可以批量制作 从而减少人工丁成本 下一步开始炒制 在收拾滚炭的锅中 加入一勺 煉好的香油煎银花锅 让锅变得丝滑无比 取出多余油脂锅后 锅留底油 再加入两颗的鸡蛋液 将鸡蛋炸熟炸香 并且分成小块 然后加入一把绿豆芽 少许的胡萝卜丝 配料讲究的是适配时 片配片 所以要根据主要 粉丝的形状 进行切丝搭配 将两者材料炒至五成熟过后 加入准备好的粉条 然后等中火进行煸炒 这里用到的煸 主要是为了抗缸 米线多余的水分 还要让米线达到干香的口感 将米线翻炒至干香 并且出锅气过后 加入准备好的装用火和酱油一小勺 再次再翻炒均匀 由于所需的所有调味料 都融入到了酱油当中 所以也就不用添加任何的调味料 这样一来 不仅更加的精准化 而且省略了反多的调味料添加过程 让出餐的速度 效率更高 更快 再次翻炒均匀过后 色者会变得更加厚重 然后加入调味粉达到三克 再次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过后关火 加入少许葱段 利用鱼温将葱段探熟 这样葱香味也就会更加的浓郁 那么这样制作出来的炒米粉 不管你怎么炒 它都不会粘锅 同时根根分明 不会粘连成坨 更不会断 弹性十足 然后将炒好的米线装盘 那么一道厚着脸皮 自认为还算可以的炒米粉 真是制作完成 如果还没有转发收藏的朋友们 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当然 如果能够送上一颗免费的点赞支持 说明您不仅热爱生活 热爱美食 同时也证明您的含养极高 产品的炒米粉口味是色香巨全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还没吃就已经想象出了它的味道 尝上一口 米线干香又有嚼劲 再加上虎料的口感搭配 以及鸡蛋的清香 真的算得上是一款 平凡而又接地气的人间美味 我也做到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